Cursor01,Cursor02 那裡面的話呢,我就把 剛剛Cursor01,它本來 栏位名稱是什麼 栏位名稱Test,文字 可是我應該把它改成什麼,數字好了 因為讓它自動稱號 所以在這邊可以改一個什麼呢 改一個Table02,換一個Table 然後呢,我這個 栏位名稱,栏位名稱 一樣叫Lumber,但是它的形態 本來是TEST 文字,我把它改成 數字的話,而且是整數的話 就Integer,之前我們 在Python裡面是INT 不過你在 SQL裡面,它叫Integer 這可能要記一下 其實INT的全程 就Integer 然後呢,後面的話你可以加一個Key 不過這個Key,其實 加不加導不影響 我印象中 那這個PrimaryKey的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欄位是主Key,有點像 你那個ASSES裡面加一個鑰匙 OK 那有個特性就是 第一個,它一定不能重複 第二個呢 一定不允許空的 有沒有 就唯一的嘛 像你的身份字號也不可能跟其他人一樣 絕對不可能一樣 一樣的話還得了 你做一間飯科 變另外一個被抓去關 但不可能 所以 PrimaryKey 後面你可以加一個 Auto Increment 自動帳號 但是如果你加了這個之後的話 就改這個 好像在我那個獎益裡面也有 然後呢 你這邊的話 Insert into改成Table02 換一個名稱 然後Values 這個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Vambr是自動帳號 所以呢 後面的話 你就不用再給它拿個編號 但是呢 在那個Values前面 你記得要加一個刮弧 如果你兩個欄位都要加的話 那你就不用輸入 兩個欄位都要 就不用了 但是如果你只要其中一個欄位的話 那你要跟他講說 我只要其中一個欄位喔 那我只要輸入什麼 電話就好了 TL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第一次執行 他就放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帳號 那我這邊 不過這樣好像 每次一執行 要改電話號碼 比如說第一次執行 我看一下這樣OK 理論上應該這樣OK了 新增成功 新增成功了 表示這一筆已經進去了 有一個電話號碼是02 那我改一下 其實不用那麼長喔 1234這樣子 執行 那這樣的話又一筆了 那編號不用 然後再來的話呢 可能就5678 OK這樣執行 隨便大概增加個幾筆吧 然後再來就是9123 OK 執行 那你會發現喔 我的number都不用填 因為他auto increment 而且是integer 自動加號 好啊這樣的話 OK之後我們來確定一下 有沒有成功 試一下 OK那這邊的話我一樣喔 開啟什麼 切到那個 再重新開一下 然後開什麼 開這個 多一個了 table02 然後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結構 它會告訴你 它是fill的 就欄位 然後呢它的結構 是integer 而且是一個primary key 主key 然後看一下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1234 自動加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填的 當然你還可以再改什麼 把那個剛剛改的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改成input 有沒有 比如說讓它輸入個三筆之類的 所以我用再增加一個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0到3 不過0 其實如果是0 你可以省略啦 就打這樣也可以 0到3 那表示它是012 就跳裡 只有三筆 然後呢請輸入電話 然後這邊也許換一個table03 就又換 這邊 number 所以這邊你要改一下 這邊可能 直接這一串喔 seql語法改一下 然後把這一串喔 也許這邊改成3吧 也許我這邊是 讓它 跑一個for回圈 請輸入電話號碼 然後幫我放到那個table03裡面去 當我輸入的時候會跳出來 並且其他應該不用改 好 執行一下 好 那這個 欸 請輸入電話號碼 02 123 這樣 然後再來 02 456 大概簡單練習個幾筆 789 enter 好 新增成功 那這樣的話呢 我又多一個table03 我看一下 一樣切過來 你可以切到那個data刷就再切回來一下 有時候他應該會 欸 有了 欸 有嗎 這個就剛剛的 OK喔 所以以後當然有更多的變化 不過喔 這個OK之後喔 請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希望把什麼 把剛剛的那個member有沒有 點tst我們剛剛這個喔 會員的這個member資料有沒有 假如說我要可以把這邊改一下 有沒有辦法改 也許我這邊要改哪裡 第一個 這邊把他改member好了 來 member01 然後呢 我欄位的話呢 假如我要有五個欄位 那問題我要什麼型態呢 如果他裡面喔 是文字的 像這種姓名的 你就用test 如果他裡面是數字的話 你用integer 如果你是日期時間的話 我建議你用一個叫dateTime 加一個Time 日期時間就OK了 你可以有很多個欄位 這裡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把那個 剛剛我這邊變化的部分 先是日改改看喔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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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送給你 謝謝 謝謝 謝謝